大家好 今天是4月25号星期四 我们继续分析美股 感谢您为视频点赞 施罗德说目前美股估值过高 密切关注七巨头收益与增长势头是否匹配 施罗德量化股票研究团队称 2024年初美国科技业在当地整体股票市场指数中 所占比重 以达到2000年年终泡沫顶峰时的高位 科技股占金融市场相当大的份额 MSCI全球指数的23% 即近乎标普500指数的29% 但如今的情况有所不同 最明显的是与25年前相比 目前科技业的基本面更为强劲 亦对金融市场有着巨大的影响 美股科技七巨头依然值得密切关注 但需注意 要监察这些股票的实质表现 辨别这些企业的收益与增长势头是否互相匹配的 施罗德提到 若美联储降息时间晚于市场预期 根据历史数据 虽然在第一次降息前 金融市场会出现较高涨的情绪 但审慎情绪将会随后出现 这将导致投资者偏好高品质及具领导能力的企业 因此 防守性股份可能会较昔日受到更广泛的关注 关键问题是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的稳定期会持续多久 尽管即将降息 目前金融市场仍未清楚宽松政策是否利好股票市场 这是由于早前紧缩政策的滞后影响 最终拖累企业盈利和股票回报所致 总体而言 施罗德认为 2024年金融市场将出现轮动 波动性上升 而对整体金融市场回报的有利因素亦较小 施罗德表示 长期来看 美股指数估值不具有吸引力 在2024年初 标普500指数的预测市盈率约为21倍 较其15年的中位数高出近20% 目前 美股的周期性调整后市盈率31倍 较1990年后的平均水平高出22% 反之 环球其他地区的平均周期性调整后市盈率15倍 略低于最近的历史水平 Meta财报拉下整个科技股 周四发财报的微软和谷歌获成为全村的希望 敢问AI路在何方 马斯克信心满满地回答 前途无量 而Meta的回答却让人感觉前途无量 这也导致两家公司在财报发布后遭遇了市场完全不同的对待 虽然披露强劲的第一季度财报 但Meta股价在周三每股盘后暴跌15% 原因在于Meta大幅增加了全年的资本支出 而其高管对其AI投资态度暧昧 并透露出一丝令市场胆寒的奢侈风 令不少人担忧Meta又将走上 当年为推动元宇宙战略时的大把撒钱之路 同时Meta在人工智能投资回报上的回避口吻 也让很多投资者开始质疑AI的落地现实 Meta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一句 聪明投资者不看短期而看长期的评论 成功让市场开始心梗 Insider Intelligence首席分析师Jasmine Inberg表示 投资者对Meta不断增长的人工智能支出持怀疑态度 他们看到一些投资可能需要数年时间 才能获得回报 这也拖累了整体科技股 周三盘后 Alphabet 微软 亚马逊 这些尚未披露业绩的科技巨头 率先迎来股价下跌 其中Alphabet以3%的跌幅领先 除了Meta的老对手 其他人工智能股票也纷纷跟进跌势 英伟达 超微半导体 超微电脑 戴尔 PLTR等公司股票也在盘后下跌 充分体现了Meta这份朴实财报的超强威力 压力给到Alphabet和微软 一个投资官JA表示 虽然Meta将在工作中采用人工智能 但目前它似乎并不是人工智能采用的最大受益者 市场现在看不到人工智能会给用户带来什么好处 虽然该技术最终可能意味着节省一些成本 但这目前还不可见 另一个股票分析师SL则指出 拨开Meta所有大胆的人工智能计划 其业务的核心仍是广告业务 市场目前疑惑的就是Meta 乃至更多科技公司如何将耗资巨大的人工智能 转化为自己核心业务的利润助推器 显然Meta的财报并没有给出解答 从而让市场十分的失望 这也让周四公布财报的微软和Alphabet 所承受的压力十足 而其Q21财报也将成为市场 选择继续深信AI故事还是先行离场的关键讯号 华尔街分析师预计 今年早些时候 超越苹果成为全球市值最高公司的微软财报 或会显示 其在生成是人工智能方面投资的数十亿美元 正在吸引客户使用其Azure云计算业务 尽管如此 人工智能带来的大部分推动力 预计将从明年开始实现 据摩根士丹利分析师估计 自7月开始计算的微软2025财年中 Copilot产品将为公司收入贡献50亿美元 而Alphabet则可能需要等待更长的时间 几位分析师也指出 谷歌并不急于将AI技术货币化 且谷歌云可能需要更长时间 才能从人工智能集成中受益 而这可能考验市场对谷歌和人工智能的信心 台积电A16芯片工艺将于2026年为市 与英特尔的大战即将展开 台积电周三表示 该公司正在研发一种名为A16的新型芯片制造技术 将于2026年下半年投产 届时台积电将与长期竞争对手英特尔展开一场最尖端芯片的大对决 台积电是全球最大的先进芯片代工生产商 也是英伟达和苹果的主要合作伙伴 该公司在加州圣克拉拉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宣布了A16的信息消息 台积电高管在会上表示 人工智能芯片公司可能会成为这项技术的首批采用者 而不是智能手机制造商 不过人工智能芯片公司需要优化其设计 以发挥台积电制成的全部性能 据介绍 A16将结合台积电的超级电轨架构与纳米片晶体管 超级电轨技术可以将供电网络移到晶元背面 为晶元正面腾出更多空间 从而提升逻辑密度和性能 让A16适用于具有复杂信号布线 及密集供电网络的高效能运算产品HPC 据媒体报道 相较于N2P制程 A16芯片密度提升高达1.10倍 在相同工作电压下速度增快8%到10% 在相同速度下功耗降低15%到20% 除了A16外 台积电还宣布将推出N4C技术 N4C 延续了N4P技术 精力成本降低高达8.5% 且采用门槛低 预计于2025年量产 对于这一最新公布分析师指出 台积电的新技术可能会给英特尔带去不小的压力 后者曾在2月时宣布 将采用一种名为14A的新技术取代台积电 制造全球计算能力最快的芯片 与英特尔的大对决 台积电业务发展高级副总裁张小强称 由于人工智能芯片公司的需求 该公司新开发的A16芯片制造工艺的速度 比预期还要快 张小强指出 人工智能芯片公司迫切希望优化其设计 以发挥我们制成的全部性能 对于A16 台积电方面有足够的信心 张小强认为 并不需要使用荷兰芯片设备制造商 阿塞麦尔的新型高数值孔径EOV光刻机床 来生产A16芯片 相比之下 英特尔上周透露 他计划成为第一家使用阿塞麦尔这台机器的公司 以开发起14A芯片 据悉 阿塞麦尔每台高数值孔径EOV的成本 为3.37亿美元 分析公司的一个人DH在谈到英特尔时表示 从某些指标来看 我不认为他们领先 另外一个负责人KK则认为 英特尔和台积电正在研发的技术 距离实现量产还需要数年时间 他们需要证明最终的芯片 与他们所宣传的技术能力相匹配 好 我们看一下市场盘前的表现 那么今天还将公布上一个季度的GDP数据 所以今天除了微软和谷歌的 或者说Alphabet的财报之外 还有盘前的GDP数据的公布 对吧 我们说宏观数据方面 GDP数据 通胀数据 还有美联储会议 纪要以及相关的一些政策 这些都是重要的消息面 所以今天的博弈将会相当的复杂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们看一下纳指 纳指盘前被META给带崩了 对吧 因此 对于多特尔来说 仍旧需要忍耐 即便是阳线 咱们也不要去频繁的去抓这么一两根黑线 因为长期来说 我们靠一两根黑线是赚不到钱的 我们要靠大波段才能赚到钱 那么在技术面上 我们看到市场目前有一个小反弹 我们说反弹就有两天 那么昨天盘后又给收阴线了 那今天亚欧时段继续处于一种相对阴线的一种状态 那么后续我们还需要直接确认 另外明天的盘前还有核心PCE数据的发布 明天的美股交易时段也将猛烈的博弈 突变的数据 对吧 通胀数据 一般你都是无法提前知道的 所以今天明天的都是将会是非常复杂的 K线 好 大家清楚了 比如说做多 有可能 比如说还得暴跌 也有可能 因为我们没有人能确切的知道 K线究竟会收出阳线还是阴线来 那我们知道一点 我们说下跌趋势线的右侧止跌架构必须得给出来 止跌架构的胜率也并非是100% 这两点知道就可以了 另外还有一点 就是说即便恢复到多头的波段 我们发现上方的下跌趋势线 上方的一些局部的横向阻力区 都构成未来上行的阻力 因此即便是多头回归 也将面临较多的抛压 也就是说多头回归 它的盈利性也会变弱 这是对于多头乐观的情形 那么较为悲观的情形 就是不能止跌 继续深跌 甚至是崩盘 我们刚才读第一条新闻的时候 有分析师说了 是罗德还是什么来着 就说相对于00年 2000年泡沫 高点的估值还要偏高一点 只不过他加了一句 现在的基本面 好像是比20多年前 基本面好一点 这些言论 有人发出来 就有一部分人会信 一部分机构就会照此 来调整自己的风险 对吧 降低自己的风险 所以市场 我们说一切世界有可能的 对于多头来说 我们现在能做的 新一般的多头 我们现在能做的 就是看着 如果大阳线 也不要着急 上方我们说了 有很多回落的 见识 不给回落不做 是吧 对吧 回落必须得强劲止跌 而且得连续的止跌才行 事实上我感觉 这回撤还感觉 没 不知道 反正感觉没跌完的感觉似的 是吧 你看这个 我们昨天就说 把这个长长的上哪 去先画一下 感觉他还没摸到 没摸到这个位置 所以既然洗盘 就多洗一会儿 就洗这么一周 多一点就结束了 不好 时间太短 感觉洗的不够彻底 不过一切 以接下来两个交易日的表现为准 那么下周早些时候 我们就会看得特别明显 除了一种情况 这两天 不管你发什么宏观的数据 还是财报 统统的暴跌 那此路就清晰了 就怕他一会儿跌 一会儿涨 比如说今天涨 明天又 这个通胀数据又给跌一天 那就麻烦了 那就得推迟到下周再做判断 那如果今天和明天都是大阴线 多头还有人着急吗 不用 我指的是新一波的多头 注意我们这里是波段交易者 波段上波已经结束了 这一波是等待新的建仓架构 目前还没有 好 这是我们对大盘 还有这两天K线的一个基本的预期 不要着急下定论 好 我们看一下 小盘股 罗素 罗素倒是 我们需要等待一个回落 那么上一波这也是有回踩的 对吧 包括底下这都有回踩 所以即便是上行也不行 也得给回踩才能再做局部波段交易 好 这是罗素 由于罗素 他没有受到这个Meta的影响 是吧 道指呢 目前也有回落的这种可能性 二次回落 说会不会落得很深呢 再跌到比如说三万五千点 有可能啊 为什么有可能 你看历史上也有很多震荡完了之后 继续暴跌 所以以后市场 即便是出现这种震荡行情 也是交易难度非常大的 交易难度非常大 大家不要觉得简单 其实最简单 但你只能视后看 那么你在预期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市场的交易难度在增加 现在 好 我们看一下标普 标普也是啊 跟他这个走势大家都一样 特别是跟纳指还是有相似之处 另外我们的MCD的指标啊 目前都是死差 日线图是死差 周线图也是死差 所以说这个洗盘呢 你要不是横盘洗盘 属于乐观情形 是吧 要不是竖直向下的洗盘 这个死差 没有形成金叉 这种感觉之前呢 都是洗盘 对吧 形成金叉之前呢 还有一个 比如日线级别的一个 灰彩指滴架构 同时日线图必须得形成金叉 多头才会有信心 否则这个 感觉高高在上呢 这个图啊 好 这是对大盘的一个预期 好 我们再看热门的股票 我们先看一下 Meta Meta 我们先看一下科技股的Meta 我们这个财报啊 它利好利空啊 涨和跌的概率 基本上和它的相对高低的位置 有关系 但是基本上也是随机的 你看我 我清晰的记得 英伟达其实也有一个群合 这就是财报发布之前的市场 来一个预期 财报确实利好 它就涨了一下对吧 那你 还有一些财报就是 利好 它也可以跌 是吧 所以说我说那些 不用去猜了 没准的东西 就是说消息面 你就等概率 你就放松了 不要去赌 因为你赌不赌不明白哈 我们看一下Meta Meta这个图呢 我们乐观的预期是高位 航盘战道 但是你看今天盘前 这个一直跌到了419在哪 哎呦 盘前已经跌到419 我们把这个线划到419 在这 已经跌到420一代了哈 不管它开盘 它真跌不跌到这 这么大的一个抛压 总会是让人恐怖的 对吧 恐惧 那么龙头股呢 这波回撤 应该是正在 已经在给出了哈 我们只不过就是想找一个回撤的止跌架构 是吧 所以呢 多头呢是不需要再着急的 太着急的话 比如说你现在是空舱哈 太着急的话你 你一百块钱 你顶多先买五毛钱的 一块钱的 放着 看看它波动的情况 后续呢 真的跌 比如说再跌个百分之四五十 一点一点加仓 这模式也挺好 你先放一点点小仓位 借借手引是吧 你别一下子就满仓进去 我指的是新的一轮的多头 我这里为什么要一直强调新一轮 因为我们是一轮一波一轮一轮的做 一波一波的做啊 我不管历史上你那个信仰长池或背套的人啊 你背套的人说明你不是跟我们一波一波的做的 你是想一直吃大肉哈 天天做美梦哈 好 那这个图呢 跌到哪会不会反弹 我们需要观察啊 同时呢 这两天 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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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市非常的复杂 所以大家不要去猜底 先先看一下 我们不急于去抓这么一个指定 是吧 不急吧 有人说很急的呀 财不如急门啊 你有可能急就相亏 好 这是麦他给市场的一个导向 另外一个就是特斯拉 我们也探讨了特斯拉的走势 虽然他财报也出来了哈 低于预期是吧 那么人家跳上跳上去了 但是在美股真正开盘之后的交易时段呢 市场是有分歧的 对吧 市场有分歧啊 就体现在美股开盘之后 到美股收盘之间啊 就是美股交易时段的 他形成了一个十字星K线 尽管全天是阳线 但我们认为他处在下行过程中的一个反弹 而不认为他是反转架构 反转架构呢 需要去把下跌大趋势线给凸上去 再二次只跌一下 二次探底一下才行 因为他毕竟是一个 相对来说的一个熊市啊 熊市必须得有右侧探底这种感觉 对吧 哪怕给我试一下 回落一下跌不动也行 所以我们不能仅靠这 昨天一根阳线哈 带缺口的这根K线 来说这一定会反转为多头 他有没有可能反转 那有但是也有可能不是哈 因为我们是顺势预期的交易者 近期的波段是震荡下行 也完全有可能继续跌 好这是我们的预期的问题 我们的进场架构的问题 是吧 他如果真的是反转的 那你也得事后才能知道了 所以呢 不要着急判断哈 我们看一下谷歌 谷歌盘前也有所下跌 那么多头的一个新的减堂位 可以提高到这个平台区域 一百五十五一代啊 那么如果跌破一百五十五 可以适当减持继续跌 先离场 等待新的一本的回撤 是吧 好 这是对谷歌的一个预期 呃 半脑底行业整体盘前也是下落哈 它和大盘走势是一致哈 看后续止跌的一个情况 如果能在这止跌 那么在接下来两到三个假日 必须有强劲止跌阳线是吧 如果一直创新低 就不能抄底 对吧 我们刚才说 你只能拿一些小仓位 新的一轮的多头 拿一些小资金去试一下 哎 浮动一下 浮亏一下 没什么所谓 后续真的那什么了 止跌了再去加仓 好 微软盘前也有所下跌哈 微软的这波的回撤 应该也是要再回一回哈 是吧 好 另外呢 我们的SMCI这种 这种前期的龙头股 都在有筑顶的感觉 你能去一下猜底吗 不能啊 我们一再强调 不能急于去抄底 我们逃顶逃得准 猜底也要猜的相对准才行 这个位置应该不像是底呢 还需要再观察一下 我们画好两根下跌趋势线就可以了 网友问MU MU破位之后 我们记得在这说破位之后就减持 它现在也是洗盘行情 洗到哪不知道哈 好 刚才提到的这个亚马逊也是在跌 对吧 也稍微深一点 它和这个微软的走势挺像 然后就是英伟达哈 英伟达这个图呢 和SMCI都是零涨股啊 近期的走势 K线图都挺像的哈 那如果今天又是大阴线 那理论上我们之前减仓 或者是卖掉是对的 那么后续呢 等待慢一点买就行了 是吧 那如果深跌呢 你看市场上这有横盘震荡 也有深跌震荡 是吧 也有大深跌的 反正我卖了怎么都行 明白了吧 所以大家不同的人的模式 他有不同人的 有不同的好处和坏处哈 那万一再上去呢 我不是就有点踏空那种感觉了吧 所以有舍有德哈 你选一种 也不能两头好处都占啊 对吧 自己要做好选择 另外奈飞这个图我们昨天说 他传递的空头信号也不是很舒服哈 音线也比较强 对吧 好 好 这是今天盘前的情况 那么今天盘后呢 我们要看一看哈 这个全天的一个博弈的情况 再见 再见